受国际奥委会委托负责奥运期间 兴奋剂检查的国际检查机构11日发表声明称 对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做出的允许天才少女瓦利耶娃继续参赛的决定 将代表国际奥委会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诉讼 国际华联也发表声明称将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诉讼 要求继续对瓦利耶娃临时竞赛 2月11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例报告集 2022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对目前的赛事运行情况给予了积极评价 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续发展总监萨卢瓦指出 北京是第一个双奥之城 这本身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遗产的在利用 让人们长期受益 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亚当斯也对目前北京冬奥会的运行情况给予了高度肯定 他称运动员们对于场馆的评价非常高 在全球疫情情况下 举办冬奥会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能将世界上众多顶尖运动员聚集在北京 这非常了不起 2月11日阿富汗巴德吉斯省省府老堡一座清真寺旁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14人受伤 目前死者和14名伤者已送院 当局已逮捕10名嫌疑人 但还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声称对该事件负责 纽约邮报及NBC当地时间10日报道 就61岁的美国华裔老人马先生被殴打致死一案 嫌犯贾罗德·鲍威尔被传讯 且以仇恨犯罪的罪名被起诉 不过鲍威尔在庭上拒不认罪 2021年4月 当时因疫情失业的马先生正在街头捡一拉罐以维持生计 鲍威尔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将他击倒在地 并多次踢他的头和脖子 马先生最终因伤中死亡 2021年纽约市共发生538起仇恨犯罪案件 其中亚裔预袭案上升343% 从30起增至133起 2月11日 法国卫生部宣布将从2月28日起解除室内口罩令 但达成公共交通工具时仍需戴口罩 这项措施涵盖公共空间 这些场所现在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才能进入 冰敦敦等各种东澳周边产品也成为外国运动员 记者的最爱 日本花华小将河边爱菜表示 自己在冬奥村过得很开心 逛了不少冬奥特许商品经营店 很早就下手购买了许多冰敦敦周边纪念品 日本记者采访冬奥会时 也报道了冬奥纪念品专卖店人气火爆的现状 北京冬奥主媒体中心内设的冬奥纪念品专卖店人流密集 人们都在排长队结账 另一位英国女记者也对没买到冰敦敦表示遗憾 叔叔 感谢观看